过去四年因为疫情而停办的 弗洛交易海空展 今年盛大回归 是的 首相纳杜斯里安华表明 这项海空展有助巩固我国 作为区域海事及航空枢纽的地位 并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 阿瓦今天亲自到弗洛交易 为盛世节目 他预估海事航天相关领域的市场价值 在2030年时将会高达10兆美元 大约46兆令吉 因此这项海空展的目标是 着眼未来 而且准备好 在飞航技术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他还说 这项展览包含 国防与商业的航天及海事领域 范围相当完整 相当具有吸引力 上一次的弗洛交易海空展 是在2019年 这项两年一次的盛世 过去四年因为新冠疫情停办 今年的盛会将从昨天起 一连五天展出到27号 中文旅行 中文旅行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